中广早报新闻 现在时间7点23分 欢迎收听中广早报新闻 我是谢燕荣 今天是中华民国108年11月18号 农历几亥年10月22 今天星期一 早报新闻一开始 我们要先来掌握各个报纸 包括综合新报纸 以及财经报纸在头版的新闻焦点 星期一 当然周末假期有非常热闹的选战活动 所以今天早报头版 还是看得到很多选举焦点 包括了自由时报头版头条 中国时报头版二题 都是民进党 昨天正式宣布他们推出来的 2020总统大选的参战组合是蔡赖佩 其实没有任何意外 一如大家预期 两个报纸都做到了头版的新闻聚焦 联合报 今年头版头条 则是有针对现在主要参选人 通通都已经到齐了 那最新的民调结果到底是什么呢 今天联合报把他们的最新民调放在头版头条 蔡赖佩是45% 韩张佩 韩国瑜队张上正 这是29% 而亲民党的宋余佩 宋楚余佩余香 则是8% 算一算 现在蓝绿之间的差距还是有大概16个百分点 好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政党票 今天联合报民调也问到了政党票的部分 蓝绿差不多 要投蓝 投率大概都接近三成 29%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小党 今天在联合报民调当中说 民众党可以拿下8%的政党票 如果明天投票的话 接受到民调的选民当中 8%说会投给民众党 已经过5%的门槛了 所以今天联合报结论是 民众党有机会成为台湾的第三大政党 今天联合报头版二题 以及苹果日报头版头条 苹果上来是把香港的示威抗议放得很大 但是今天呢 把它挤下去的是什么呢 是昨天在民进党宣布蔡赖配之后 老共的军舰又过了台海 所以这样一个动作 今天包括自由时报 包括联合报 都是引用国安人士的话说 挑衅的意味相当浓厚 或者是说警告的意味很浓厚 因为毕竟过去赖清德说过 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而他背后呢 力挺赖清德势力 也都是民进党比较深绿这一块 力挺台独势力这一块 包括教会等等 所以在这整个时机上的一个敏感跟巧合 今天苹果日报 把这一则新闻做到 头版头条 联合报头版二提来加以报道 香港情势是今天自由时报的头版图文 旺报 值得关注的是 在所谓比较青红青中媒体旺报部分的处理呢 今天也用头版二版三版来加以处理 当然在挺香港示威者的这部分台湾的媒体 包括苹果日报 包括自由时报 主要报道重点都放在昨天 香港理工大学非常非常紧张的情势 因为昨天双方都有比较激烈的这个行动 示威者丢汽油弹 而在警方方面呢 除了发射所谓的阴波炮之外 过去的这个装甲车水炮车都还看得到 另外也警告说 如果说你们再丢汽油弹的话 我会用实弹还击的 因为前阵子习近平 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才说 要来制止现在的暴乱是当务之急 所以接下来包括北京方面 包括港府方面的动作 今天旺报用头版二版三版来加以报道 今天旺报角度是说 港府平乱后续可能 接下来会有比较具体强势的作为了 再来关心的是 志玲姐姐嫁出去了 今天中国时报把这则新闻放在头版头条 其他各报都是隐居版面 至少两三四个版面的报道 而忠实是提板到了头版头 大篇幅的来报道 昨天整天相信电视台已经到了疲劳轰炸的阶段 应该都有非常非常多林志玲出价的新闻 财经报纸今天公升时报 关心的是台北股市 接下来有没有机会再创新高 今天两个财经报纸的气氛呢 都是比较乐观 预期在稍微整理一段时间之后 有机会再攻高 自由时报今天财经焦点版面板头 也是台北股市切入角度是说 从美国股市屡创新高来观察台北股市 有可能同行也不断的写下历史的记录 而在经济日报部分关心的是 台北股市如果要创高台积电等 平盖股表现当然很重要 而在经济日报焦点放在台积电的7奈米订单 接到爆炸了已经完全没有办法附和了 代表整个接单的情况相当好 这是两个财经报纸今天头版的重点 回头来听听看刚才提到这几个新闻焦点部分呢 各个报纸在内容提供给打哪些进一步的讯息 我们先听到的是蔡赖沛 今天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 蔡赖沛出战2020最黑暗的时刻 团结护台湾 这是自由时报今天的头版大标 中国时报今天头版头也是蔡赖沛 头版二题 但是引用的是昨天蓝莹对于蔡赖沛的质疑 蔡赖沛成军 韩国瑜要蔡英文表态是否挺台独 今天中国时报说初选厮杀惨烈 派系妥协最后变成搭档 这是包括韩国与包括蓝莹方面 对于蔡赖沛提出来的质疑 我们先听到的是自由时报 今天的头版引用 昨天蔡英文宣布蔡赖沛的同时 他们表示2020是台湾命运的关键 他交付赖清德重要任务 赖清德当过立委行政院长 最了解国会过半的需要 所以拜托赖清德跟他分进合集 全力冲刺立委选情 要争取国会过半 而赖清德致辞的内容是 台湾赢了就没有输家 如果输了就没有赢家 他说他跟蔡英文是同党同志 不是敌人 连对手都称不上 自由时报今年的头版头条 而在中国时报头版二题部分 则是昨天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韩国瑜的质疑 他说赖清德一向支持台独 还有涉扁 蔡英文应该表示 这两个部分 他是不是支持赖清德的主张 如果立场不一样的话 就是骗人的开了台湾人的一个大玩笑 如果一样的话 勇敢说出来 说你力挺台独 而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说 赖清德过去被蔡英文 以国家机器修理的像小鸡一样哀嚎 现在只能说 硬摘的水果不会甜 硬娶的新娘不会爱你 中选会今天接受政党推荐 政府总统登记参选第一天 包括清明党政府总统参选人 宋楚于余香 早上11点钟要去登记 而国民党政府总统参选人 韩国瑜张善政 则是11点半要到中选会 而蔡振英说 他们还没有决定 什么时候要去登记 中国时报今天的头版头条报道 那一方面呢 针对接下来蔡赖配 对上韩张配 或者是宋余配 大家昨天的一些竞选活动啦 或者是针对选战的一些喊话 联合报今天在三版版头当中提到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韩国瑜要蔡英文大声说出挺台独 而兰英立委则担心赖清德 以后只能够扮演深宫怨妇 蔡英文部分则是 昨天晚间跟赖清德合体造势 痛批兰英的不分区名单 太保守了 说这是亲中势力的集结 如果兰英赢的话 那香港年轻人怎么看台湾 国际社会怎么看台湾 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呢 这是蔡英文的说法 他说政党票是改革跟反改革的问题 因为他痛批兰英太保守了 所以认为自己的名单是改革力量 所以他说大家投政党票的时候呢 就是你怎么面对改革的态度 好再来在联合报 今天三版有点到 昨天在蔡英文宣布 赖清德跟他搭档的场合 有一个比较大家观察到 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 邱采薇特稿说 了解赖清德的人都知道 现场演说是他的强项 他以前不太看演讲稿的 但是呢 昨天宣布蔡赖配记者会上 赖清德致辞的时候很少见 从竞选的外套里头 拿出了一份演讲稿 讲稿则很清晰可见 所以预测呢 推测这份讲稿 他看了不止一遍 所以包括以前认识他的旧事 或者是幕僚都非常的惊讶 邱采薇怎么来解释 这样一个这个改变呢 他说其实昨天赖清德 根本不紧张 照稿念是完全不像是 赖清德的风格 可能代表的是 未来担任副手之后 未来的所有的言行发言 或者是决定 都会以总统为主 他这个小动作也透露说 他知道自己未来要谨守奋计 当一个副手 必须要谨慎再谨慎 这是今天在联合报记者现场的一个观察 他做出来的一个特稿推估 而在联合报也说 其实柯文哲怎么来看 现在蓝绿的名单 他说蓝绿的副部分区 确实会伤害到韩国瑜的选情 至于在论营方面蔡赖配 则是安全牌 没有让大家意外 不过因为现在差别已经很大 而且副手对于改变选举的结果 其实影响力相当有限 所以柯文哲说 现在比赛已经进入篮球比赛的 所谓垃圾时间 消化比赛时间的阶段了 那接下来的选情呢 应该就此底定 好 这是柯文哲的观察 自由时报今天的三版版头 蔡英文讽刺韩国瑜说 台湾从来不缺韩口号的人 全国竞选总部成立 她说投给她 就是投给理性温和的忠道 而在下半版面 则是韩国瑜来看蔡赖配 她说这是派系妥协的结果 而不是理念上的结合 今天自由时报又有引述 昨天韩国瑜在新竹 为妇女后援会授旗的时候 这个韩国瑜的玩笑话 其实有时候呢 确实是引起比较大的争议 她昨天的幽默 我们来听听看 她打趣的说 男人的生命是下半 女人的生命是上半 男孩子占卫兵 可以一站两个小时 女孩子占两个小时 就受不了了 不过女生在书画台上 化妆两小时 手不会酸 换做男生 手可能会断掉 她还说台湾十个男人当中 九个都听老婆的话 剩下一个是怕老婆 妇女在选举的影响力 相当关键 在蓝银方面 昨天另外一个进展是 新北市长侯友宜 她终于松口了 她昨天虽然没有 跟韩国瑜同台 但是她说 只有地方党籍立委过半 支持韩国瑜当总统 才有机会为新北市 台湾跟中华民国做事 她也跟着在现场 造势主持人 正必高呼 韩国瑜动算 所以今年包括中国时报 以及自由时报都有提到 而且中国时报说 这个韩国瑜力挺韩国 这个侯友宜力挺韩国瑜 被视为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进展 蓝银方面也似乎慢慢慢慢整合了 这是今年自由时报 跟中国时报 同时有点到的部分 其他的选战话题 在昨天 蔡英文站台陈明文的时候 她说陈明文得票要最高 因为嘉义是她自己人 而国民党总动员来力挺蒋万安 因为蒋万安在选区当中 变队也是一样很帅 这个青年形象相当好的 这个吴英农的竞争 所以昨天兰英立委 包括大佬总动员 帮蒋万安总部成立 授旗 马英九到了 而在国民党副总统参选人 张胜正也亲自到现场 她说呢 其实民进党提出来的吴英农 她是新潮流系前大佬 吴乃仁的侄子 瓜分掏空国家资源 说选民不要看她长得帅 感觉好像年轻新形象 但是背后是吴乃仁的影子 希望选民不要支持吴英农 只能够选蒋万安 好这是蓝绿方面 绿昨天是蔡英文站台陈明文 得到了相当多媒体的关注 而蓝英则是大佬挺蒋万安 要下架坏政府 这是两个报纸 在内页立委部分的一个报道焦点 立委报道焦点 今天自由时报二版 则是关注国民党部分区名单 昨天连前新北市长朱立伦 也是国民党的前主席 他说看到这个名单 大家干身连连 韩国瑜也在批说 不能够戴面具骗人 党内接连开炮 好容易希望党中央今天 能够再提出更符合民意的名单 而连胜文的主张是 谢龙介的排名应该往前一点 毕竟他是有战力的立委人选 到立法院之后 能够发挥在蓝英方面的一个战力表现 好 这个是各方面的一个意见 但是吴敦毅说 他觉得从来没有一份 提名不分区名单 像这一次这么公平公正 可能有些是自己或亲人 没办法得其所愿 所以才会不满意 这是目前国民党主席的一个回应 好 这是在蓝英的名单 引起很多的讨论 自由时报做到了二版的版头报道 在联合报呢 今天内夜的四版关注的是 地方上的立委选情 苏庄互换衍生剧 平南立委大乱斗 绿营提苏正清 庄瑞雄互换战场 引起了内乱 五党籍张仪出马 跟时代力量结盟 蓝英说 其实苏清泉也托人领表 平东县第二选区立委选举 在民进党苏正清跟庄瑞雄 确定互换战场之后 时代力量跟五党籍律师张仪结盟 由张仪出马参选 范绿阵营的黄昭展 郑朝明也扬言不排除参选 而国民党前立委苏清泉 也托人领表 本来是蓝绿对质 最单纯的选区 现在变成大小绿要互咬 蓝英也分裂的一个 比较复杂的局面 而在国民党 在马祖的选情部分 现在也爆分裂 五抢一 曹尔中辞掉 县党部主委 以五党籍的身份参选 这是在地方选举 比较受到瞩目的部分 中国时报说 昨天小英到加义 去力挺他所谓的 自己人陈明文 而地方包括蓝英势力的 希望陈明文 你先把一卡皮商 三百万的话 这个到底内情 钱从哪里来 有没有什么样的案盘 或者这钱是做什么用的 把大家的疑点 先交代清楚 先查三百万 再去保陈明文 这是中国时报 今天放在二版的新闻聚焦 选战议题真的相当多 在民众党部分 当然关心的则是 柯文哲昨天利用 周末假期跑选举 民众党的参选人 如影随形 而有一个小朋友 很可爱他昨天在安排新移民的这个活动当中 这个新移民小朋友脱口对柯文哲表示 三分天下一定有一份是你的 柯文哲听到孩子这么对他说有点傻眼 所以他仰天苦笑说 小朋友电动三国志不要玩太多了 而民政局长蓝世聪说 他不知道小朋友为什么这么说 大家猜测是说 是不是最近刚好上课 上到三国或者是他看书看到三国 当然在民政局部分强调 这个不是刻意安排到跟他们没有关系 而昨天郭家军呢 郭台铭也在他自己的脸书上 贴了一张这个名单 包括他挺自己的郭家军的立委提名人 还有民众党以及无党籍 他到底挺哪些人呢 他做了一个列表 希望力挺郭台铭的势力 能够把选票转换到投政党票 以及立委选票来支持这些小党 在国会能够发挥势力 这是选战焦点 也跟选举有关是联合报 今年头版二题 以及呢 今年苹果日报头版头条 关心的是大陆第一艘自制的航母 昨天穿越台海的新闻焦点 中国大陆航母穿越台海 刻意挑衅总统大选吗 参与总统昨天宣布 跟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搭档 参选2020年总统 时机相当敏感 大陆第一艘自制002航空母舰 跟护卫舰队 前天晚间就已经从台湾海峡北端进入 我国官员表示 002航母北返大连母港的时间点 应该是在总统大选投票日前后 不过提前这么早 在这个时候进出台海 可能是针对性的恐吓台湾 当然这个是在比较国安方面的人员 以及绿营方面的一个说法 国民党立员党团总召曾明宗则说 大陆军舰军机通过台海并不是第一次 跟英德佩宣布没有关系 如果认为大陆是刻意通过台湾海峡 就落入了民进党催票的圈套 不过当然国防还是必须随时掌握敌军动态 确保国家安全 昨天大陆第一艘自制航母穿越台海的同时 因为这一艘航母不但船民没有公开 连讯号是否延续辽宁舰的16 而用17现在也不确定 一般来说共军的军舰舰艇会在成军的时候才系上讯号 外界因此怀疑说 这个跟他即将举行成军典礼 但是还没有完全正式服役就南下远航 这样一个安排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思 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不过总统府叫国人放心说 我们的基建全程监控 而且每日也派建尾随 大家不必太担心 这是今天在早报部分的一个报道 而联合报今天刚才提到 有最新的民意调查 头版头条45%挺拆赖 29%投寒张 而在宋楚瑜跟鱼香的部分 当然得票率还是稍微偏低一点 只有大概8%左右 这是总统大选的部分 政党票今天联合报放在二版 部分区蓝绿都是29% 而民众党扩5%的门槛 说民众党8%已经扩门槛 9月份挺蓝还有59% 不过现在被小党拉掉了 剩下三成左右 其实下跌的幅度相当大 一半左右 所以今天在联合报的二版 也对蓝营提出了警告 亲民党跟时代力量则不到5% 显然在小党的竞逐当中 民众党是略占上风的 今天在联合报的报道二版当中 做了一些分析 跟大家未来的一个观察的指引 今天联合报的二版版头 联合报今天的社论 则是从蔡赖佩来看蔡英文用人 以及她的隐喻 联合报的立场是说 其实你看蔡英文用人 大部分都是过去 可能有一些跟她不服气 或者是相处的不好的人 几个可以解释这样一个状况 包括苏贞昌跟赖清德 过去跟蔡英文 其实都算有嫌隙 联合报的社论观察是说 一个是说 现在民进党可用的大将 屈指可数 没有人可以用了 所以只好拉政治上 无路可走的人来为她效命 另外一个层次来看 当然显示说她用人超越个人喜好 只问功能取向 但是不要忘记 民进党如果执政之后 人才深层的危机 以及未来国政的老调 都是相同的一批人 不断的回收 跟她合不来的老人 未来在对蔡英文的执政 会不会造成一些影响 今天联合报在社论的部分 提醒大家可以来思考这个层面 至于在大陆自治航母 过台海的新闻 今天中国时报的解读是说 其实老共他已经不管你台湾大选 接下来会选成什么样子 谁来当政 蓝绿 谁当家 老共是按自己的步调在走了 他没有在管你的 因为你挑选 总统大选 马上要投票的时间点 穿越台海 对于选民投票 或许会有影响 但是老共已经不在乎台湾看法了 不管政治或军事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行程表 或者是时间表跟步调 这是中国时报相当资深记者 吕昭龙的特稿分析 另外一个可能会影响到台湾大选的 这个消息呢 则是香港的抗争情绪 今天自由时报把理工大学 这个示威者跟警方的冲突 火光四射的照片 放在头版相当喜目的版面 说围攻李大报冲突 港警装甲车起火 旺报今天头版 二版 三版 则是报道 港府接下来要全面评乱了 说因为在香港情势 慢慢慢慢有点改变 抗争的时间拉太长 把香港陷入了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所以香港民众本来支持反送中 或者是支持抗争者 也有了一点松动 今天旺报说 抓住民心反转 香港警方可能会有更强势的作为 已经到了危急之际 香港政府要全面评乱 旺报今天头版头条报道 旺报内夜的分析说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选在巴西 对香港局势发表谈话之后 从大陆发动央媒解读 特别以17号建报 中共中央机关报 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内容 最值得观察 他说香港局势已经进入最危急之际 北京掌握到香港民心反转 所以香港政府跟暴力抗争者 即将全面对决 抗争变职 香港民众要的是安定 所以评乱不能够再拖 他们也暗示说 港府跟北京不会再拖下去 专家则研判 接下来包括在法条部分 可以按照特区公安条例 警队条例加快检控 这些涉事者 禁止聚集 发出宵禁 香港政府也都有法可循的 而在15号 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 再度南下深圳主持会议 有6名政治局委员参与 外界研判说 这一场会议就是要针对 接下来下一个步骤 到底要如何评乱 做出比较具体的一个讨论 跟指导 自药时报 今天内夜则是 香港警方镇压水泡 升波泡齐发 理工大学周边爆发 反送中之后 最严重的警民冲突 一直到晚上到凌晨 都没有停下来 而香港教育局17号中午宣布 全香港各级学校停课 最快19号恢复上课 而在香港台湾学生 已经有600多人回到台湾来了 为香港发声 我歌手自由广场标歌 昨天晚间在自由广场 也就是中正纪念堂前 有一场挺香港的晚会 很多乐团在现场演唱 主办单位说 台湾力挺香港 在现场聚集人数超过2万人 不过人数通常主办单位 估的都是比较多一点点的 那警方估的又是比较少一点点 大家自己去判断一个中位数 华游说香港濒临崩溃 北京可能用更激烈的手段 来对付抗争者 而在选举部分呢 现在香港泛民派事实 希望趋选当作公投 马上要登场11月24号 香港被视为是公民投票的 区议员选举 现在两派的势力在拉锯 抗争者希望全民永远去投票 用选票来代表 你对目前香港情势的 一个立场跟看法 今天到底这一场选举 会不会如期举行 大家说法也不太一样 而外界传言说 可能北京或香港政府 会以目前香港情势为由 让选举暂停或者是延后 不过当然目前为止 港府说法都没有松口 都说还是会照常举行的 自由时报另外配合香港情势 说纽石取得403页 中国政府内部文件 习近平命令新疆官员下手 毫不留情 而文件也显示中共内部对习近平的不满 这是纽约时报 它所谓的中国内部的文件说 中共政权如何在新疆组织执行 从毛泽东时代以来 影响最广泛的大规模拘禁行动 被称为是集中教育培训学校的 最教育营有部分的内容 跟实况跟他们现在的现况 今天自由时报苹果日报 都有比较完整的报道 忠实抛开这些政治纷扰 头版投放的是林志玲结婚 今天头版有相当漂亮的照片 两个人亲吻照片 说林志玲谢谢她的丈夫 谢昂让她相信爱情 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 跟日本方浪兄弟成员 黑泽良平昨天在台南完婚 小两口昨天下午在无信大宗词 举行仪式晚间仪式 台南市美术馆办婚宴 他们分别用中文日文交换试词 Akira承诺让林志玲 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林志玲则真情落泪说 谢谢你让我相信爱情 新人两度亲吻感动全场 当然昨天整个下午 台南非常的热闹 好像台湾女儿出嫁一样 今天很多早报形容说 其实整个排场就好像 皇室婚礼一样慎重 世纪婚礼回到故乡台南举办 早生贵子 林志玲说 好我会好好的努力 这是今年中国时报 头版头条报道 自由时报今年头版 其他的综合新闻重点 我们赶快来扫描一下 自由今年头版二是 秋冬游的补助破 210万人次 冬移花高频最夯 扩大国旅秋冬游 9月推出到现在 参与旅行业者 旅宿业者超过7700家 而补助住宿突破 210万人次 最踊跃的县市是 台东 宜兰 花莲 高雄 跟屏东 自由大作说 其实这个成效相当好 说有补助 钱花比较少 大家就比较有意愿出游了 自由时报 内业配合报道 表示 夜市券上路 两个月带动 1.5亿消费 经济部回收 上百万张 而花莲的东大门夜市 20万张是全台湾第一名 不过有消费者投诉说 我打电话 订房竟然比官网贵千块 上千块 说我要用补助方案 所以我打电话去订房 没想到 我后来上官网一查 打电话 订房贵一千块 等于这个一千块 补助 我根本就是骗人的 没有用到 好 这是今天自由时报 另外一个角度 消费者的投诉报道 身高超过170的高个子 新房战动风险高 美国最近研究 可能跟遗传的基因有关 北荣也发现 比较高的女生 而新房战斗 比较容易复发 所以医生提醒 三高族群赶快 定期筛减8 这是自由时报 今年头版的新闻内容 时间7点50分 赶快来听广告 广告之后回来 还有财经焦点 以及内页新闻报道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沫横飞 早早早 星期一大家好 好了 我知道林志玲结婚 大家不想听 好没关系 大家就做早报头版 所以一定要报 我觉得赖清德 蔡赖配一如预期成型了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在初选的时候 赖清德对蔡英文提出来的质疑 并不会因为初选结束而消失 一个是 当然就像韩国瑜说 赖清德的台独立场 你要不要设阿别 那蔡英文你要不要买单呢 如果不买单 那赖清德算什么呢 好 再来另外 赖清德在初选的时候 他去挑战蔡英文 他说他要出来选举 是因为蔡英文在执政的时候 这个成绩不好 民怨连连 所以他要赶快出来 抢救民进党选情 好难道初选结束了 过去几年 蔡英文执政就变好了吗 那民怨就不在了吗 那你这个时候 你自己当初 离开隔回的位置 也是为选情不解 最后年底 那个县市党选举选得颇好吗 大家为执政负责 那这些东东都消失了吗 变成政府总统搭档之后 这些问题都不在了吗 我觉得民进党 可能接下来要面对 这部分民意的质疑 其实总统选举 我觉得不管你讲这么多 大家投谁 应该都差不多底定了 但是明年选举之后 我觉得重点会放在国会 因为国会绝对不能够 让任何一党独大 这两党都这么烂 你看绿营就不用讲了 那蓝营丢那个什么 不分区名单 你根本就吃定选民了 所以我还是要呼吁说 其实未来我们所有的观察重点 要去制衡执政 不管是蓝是绿 就是在国会 所以谨慎投下你这一张选票 政党票绝对不要乱投 7点52分 欢迎回到中港早报新闻 我是谢燕荣 我们先来听今天财经报纸的重点 工商时报头版头条 苹果再创新高 瓶盖照亮台股 今年来大涨近7成 每股收265.76美元 而瓶盖法人加码 成为攻坚的主力部队 今年工商时报头版头条 其实台股的瓶盖股 在道琼冲破28000点之后 Apple上涨超过三成的影响之下 其实也带动台股 平概股 其实不止台股 未来一周全球平概股 涨势也都可以值得期待 是有加持的作用的 所以今年工商时报 把接下来台北股市的观察 以及平概股可能的好表现 放在头版头条 不过也要提醒 上市柜企业第二季财报公布完毕 强势股续航力如何 有待观察 这个时候如果追高的话 震荡整理的过程 小心会受伤 这是工商时报 今年的头版提醒 而经济日报头版头 关心台积电 说台积的能见度 看到明年第二季了 7奈米订单塞爆 台积电好消息 当然带动个股上涨的同时 台北股市大盘也会跟着涨 今天在经济日报头版头 说台积电ADR上周五 同步跟美股同步进养1.5% 收在53.29美元换算普通股 每股325块钱 所以现在外资喊台积电股价 这个花旗喊364 而摩根大通喊出350块钱 这是经济日报 今年的头版头条 经济头版下半版面 还有美中贸易协定 接近达成新华社报道 双方进行建设性讨论 白宫说我们每天都在打电话 内页新闻地方超真红包 要说水 记忆体试况 本季复苏 而工商时报 今天头版边栏包括 华尔街力挺彭博选总统 虽然说彭博表示 有意出马脚足总统大选 但是现在还没有正式宣布 华尔街股市相当期待 工商内业三版 联电惊喜打入三星的供应链 5G销售手机 国内明年会大爆发 工商二版 政府要推重大建设性保机制 A5版台北法拍移转 渴望连四年扩量 以及库藏股 撑起美股一片天 这是财经报纸的重点 中国时报内页国际新闻说 马绍尔群岛要大选 因为美国影响力下降 大陆积极投资建设 所以马绍尔跟台湾的邦交 可能会有变化 再来中国时报的话题版 机械索论文 写命理被批野鸡大学 说全国私校工会理事长 昨天揭露 中州科技大学 机械跟自动化工程系所的硕士班 从2013年之后 100多位硕士毕业论文 竟然跟工程技术 完全没有关系 写的是什么 写的是命理夜市消防 或者是休闲活动 所以痛批这根本是野鸡大学 联合报 今年生活版 有钱保护欠缴国保 配偶现在不必再帮缴了 国民年金被保险人 年收入50万以上 或有地产500万以上 要取消配偶 连带帮忙缴国保欠费的义务 最快明年上半年就会实施 自由时报的生活焦点说 病情稳定 不一定要装心脏支架 美国研究说 如果说你是有心血管疾病患者 有不适的话 不一定要装支架 用药物治疗 以及改善习惯 其实也能够达到相同的效果 联合报今天则是有一整版的专题 来看抗生素的抗药性问题 全球细菌来袭 多重抗药性细菌加剧危险 小伤口感染也可能会送命 现在人类可能会回到 等于是没有抗生素的时代 因为如果有抗药性 等于是没有用的 所以接下来管控抗生素 疾管署有两大方向 一个是要合理使用 同时要加强控制院内感染 美国研究证实 小朋友一直看手机 可能会影响到大脑的通讯网 电子萤幕 友爱蛋白质生长 医界期待的证据终于出现了 小朋友3C不要使用太多 不要使用太久 因为会影响到孩子的认知功能 还有青少年如果网络成瘾的话 超过三成可能会有忧虑 忧郁症或者是过动的倾向 再来听到的是 今天的国际焦点 黄背心周年示威潮席卷全球 巴黎的示威者攻击 中国银行留言挺香港 包括伊朗 包括捷克 智利群众也都因为民生议题 走上街头 今天包括联合报 包括苹果日报都有做 现在全球的示威浪潮 智利拉波利 维亚 捷克伊朗 法国通通都有民众 因为生活过不好的示威抗争行动 体育焦点 今天各报还是聚焦在12强赛 昨天日本是赢球了 最后5比3在主场打败韩国 拿下了今年12强赛的冠军 不过因为冠亚军赛 日本本来东京奥运就保送进去 他们是主办国家 所以韩国拿下了东京奥运 亚洲区的门票 5场的墨西哥对美国之战 墨西哥在延长赛 3比2气走美国队 所以墨西哥拿下了这一张的东奥门票 而我们排在第5名东京奥运 目前门票无望 但是明年还有6抢1的资格赛 而美洲区的冠军这一张门票也没有出来 所以美国也有机会 6抢1到底我们要跟谁打 现在还不确定 以上是今天早报内容 谢谢大家收听 明天见拜拜